我們現在一直在捱打 就算來到健安層次 應該不會有什麼轉機, 是嗎? 火姐說過 只要只有1%的機會都要打 不能放棄 那你告訴我我還可以做什麼? 打個比喻 像黃先生的沖奶茶 快、靚、靚就一定了 不過難免也有時失手 但是客人只是看到那杯奶茶 放在他面前的樣子 是不是乾乾淨淨、靚靚、靚靚 如果是的, 可能已經滿足了 過程只出了什麼問題 客人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觀感是很重要的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一場官司的官怎麼看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想在健安層次的時候 去感動那官? 是由你去感動那官 就是由我去健安層次? 只要你說Kenny很不行 你要解僱他 但是煞時間你找不到另一個律師 所以你就可以親自結案層次 我可以說什麼? 說你的愛情故事 用你的真心 說出你失戀是多麼痛苦 多麼混亂 而你最信任的舅父就承虛而入 騙你簽了一份協議書 這樣呢? 這個得字我真的不敢說 只不過這是目前 我唯一可以想到幫助你的方法 王先生 Helen 分早到了 今天第一次來開會 當然應該早點了 剛才我無無連來在那裡繞 就覺得這裡就是這個位置空了 如果在那裡繞個水箱 給人家沖泡奶茶 喜歡喝咖啡就喝杯咖啡 這樣就多好 我正有這樣就打算 心有靈犀 我才要感謝你 注射到我們的慈善基金 Helen,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你打電話給我 預算我一份玩 之前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 王先生,你還這麼大量,這麼支持我們 真是很感謝你 Helen,其實我們兩個人的緣分 真的很奇妙 你是我恩公 後來有機會一起合作 結果又合作不成 又要分開,離離合合 但我相信你跟我一樣 我心裡都是這麼想的 不論發生什麼事 我們再見逆事朋友 最近聯絡得少了,淡了 誰知忽然間有個機會 又可以一起合作做善事 所以真是世事而其,局局局身 未到概觀定論 都不知道結局會怎麼樣 是 剛才我看到你們的照片 你和Bel拍攝,你看 很精神,很好氣息 我看到Bel開心,我就開心 而且現在做的事 又有意義又輕鬆很多 想起之前執著守住太公的招牌 弄得自己這麼辛苦 過去那些事別想了 想得多,煩惱多 我知道你應該在煩那宗官司 我還想叫你等官司完結才來幫忙 不用 其實我來這裡,休息就更好 一家人弄成這樣,我也替你很難過 我當然希望官司贏 不過我也不會想太多了 你這麼支持我們 我和Bel也會到法庭支持你和Kyle 謝謝 黃先生,歡迎… 黃先生,很久不見了 你一樣是這麼精壯 阿倫…你也很精神 是嗎? 是呀 那官司怎麼樣?還可以吧? 還可以… 謝謝大家 好了… 剛才剛才跟Alan說,我還沒說完 就算我官司輸了 就算我再不是家昌王的主持人 我認舊支持你們 我用個人的名義出錢出來 支持你們 你好嗎? 你好嗎? 關人的事,我都覺得很意外 當時我也很驚訝 完全接受不了 但後來我懂得想 我相信這個世界有運動 所有事情都是有安排 所以你也不要太擔心你的公司 盡力做好所有事情 不然有一些信,你明明將我的安排 所以我一定會努力到最後 待會上庭,我會說一些關於你的事 我想預早告訴你 希望你沒有介意 你知道剛才伯父說你有事要找我 我走過來的時候,我很緊張 我在問自己為何要緊張 我一早就把所有事情放下了 直至你一叫我,我忘見你 我們隔了這麼久,終於再見面 竟然一點緊張都沒有 而且感覺上很舒服 好像見回老朋友一樣 還很開心,對吧? 是呀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想說,我不會介意 你一定很需要才決定在法庭說我的事 希望能幫到你 謝謝你 不用多謝我,好幸運 基於上述種種的原因 這份協議書絕對是在公平、公開、公正 並且在雙方同意情況下簽署 所以我懇請法官閣下 裁定這份股份代理協議書 是合法,而且是有效 謝謝法官閣下 由於袁告人辭去他的代表律師 結安陳詞,將由袁告人親自進行 袁告人 請法官閣下 法官閣下,我重申 我的確是在情緒很不穩定 精神狀態很差的情況下 簽了一份不公平的協議書 可能很多人會說 失戀而已,你這麼大個人 一次感情創傷 又沒有那麼傷,又沒有那麼脆弱 而且還有一段未真正開始的感情 雖然說這段感情還沒真正開始 但其實是在我心裡 在很早很早之前,已經開始了 早到我和這個女孩子幾歲的時候 有一年,我跟著我家人去她家拜年 去到那個女孩子家,我被一些琴聲吸引 我跟著那些琴聲去到一間琴室 我看見這個女孩子在彈鼠琴 這個畫面深深地印在我腦裡 我知道從那時候開始,我已經喜歡了她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我沒有再見過這個女孩子 我以為那時候的感覺 只是一個幾歲大的鬥釘 一些幼稚的想法 但原來不是 這個女孩子在外國讀完大學 回來香港之後,我再見她 原來我對她的愛是沒變過的 之後我向她表白,但她拒絕了我 之後我很努力地接受我們只是同事 只是好朋友的關係 但是,直至我們一起去做義工 去到四川的鎮災 我們經歷了生死 我發現原來我是不可能沒有她的 我也感覺到這個曾經拒絕過我的女孩子 開始慢慢接受我 我們從四川回來香港之後 我們相約去看音樂劇 我很肯定如果那次我們見面 我們已經開始了 誰知偏偏在這個時候 這個女孩子在家出事 她選擇嫁給另一個人 我希望過失望過 再有希望的時候 我覺得那天有事要找我 我接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法官下這樣跟你說 是因為我想你明白 我當時是有多痛,多失落 我當時真的很亂 我不想去面對 我想盡快離開香港這個傷心地 我想一走了之,什麼都不管 當時舅舅跟我說 他可以安排我去葡萄牙 我想也不想就好 所以他叫我簽這份協議書 我還是想也不想,我就簽 因為我覺得只要我簽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工作 交給我舅舅 我可以不負責這樣走 舅舅在我感情受傷 在我最失意的時候 給了很多鼓勵和關懷我 我很感激他 但是原來他處心積累 利用我對他的信任 利用我當時精神混亂 以及受了大量酒精影響的情況下 令我簽了一份極不公平的協議書 我對這個舅舅非常失望 所以我懇請法官閣下 可以裁定這份股份代理協議書 無效 祝大家新一年,不用再戴口罩 每個人都看見一個漂亮的樣子 祝韓國葉,套年葉積彈起 每個人有紅利,恭喜… 每個人都看見一個階時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